然後問蔡整理的政策 有被延續嗎 你說都會延續對不對 你真的有延續嗎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不希望延續 但是很希望延續 這兩位的回答 讓我捏了一把冷汗 這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兩位不知道 很可怕 沒關係 我來跟兩位說分明啊 打算搞 你就一樣是乾坤大挪移對不對 國發基金又要來了 聯合再生出一帝 沒關係 中鋼再搞一次 我是擔心 到最後都是納稅人的顯示 我就問 你當初設計這一套 通電準夠帶國產的標準 是對的還是錯的 如果它是對的 為什麼今天會幫你這樣 國內產業能夠 所以你整套財生能源的規劃 建立在錯誤的邏輯之上 錯上加錯 是 我很佩服委員 謝謝劉委員好 好 院長 武安喔 這個部長也武安 武安這個 今天大部分的委員 在質詢的時候 都非常關心能源的議題 這本席也不例外 特別點一下 這個稍早郭國文委員 在質詢的時候 講說台南的燃氣電廠 已經蓋到地方人民受不了了 那我必須要講 我是桃園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我桃園也是諸多民營電廠 心中最大的肥羊 我要提醒一下兩位 這個不是用所謂的 縣市自給率可以解釋的 很有可能會導致區域的對立 但我要講的是 執政黨的委員都受不了了 那我們當然要站在選民這一邊 所以未來我們的這個民營電廠的同意 的興建 本席是艾南同意 但這些事情 我們之後會有很多時間好好救救 但這個指出了一個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能源政策 顯然是亂七八糟 而且後遺症平傳 現在正在發生 不管是電廠的擴建 招致民怨 或者是電價的上漲等等 都是能源政策的後遺症 今天我們要把話說說清楚 因為人民的知情權是很重要的 能源政策會影響產業發展 影響環境品質 影響民生 影響物價 因此政府雖然有這個權力 去決定能源政策的走向 但是人民有權力知道走向跟邏輯 而民意代表 有這個責任要來釐清真相 剛剛院長回答 這個李彥秀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曾經有講 能源政策都會合理的延續 他問你蔡政府的政策 你會不會延續 你說都會延續對不對 我們目前是在這個政策的走向當中 繼續更精進 該發展更快的 我們絕對不會再慢 真的嗎 以前慢下來的 我們希望把它補上來 你真的有延續嗎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們希望延續 但是 希望延續 院長 你知不知道電業法最近公告要修正 修正的差異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委員請他講 哪一個重點告訴我們 電業法修正最大 部長要不要救援一下 電業法修正最大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電價 電價這個 的部分由這個審議委員會來調整 哇 這兩位的回答讓我捏了一把冷汗 電業法修正最大的差異 不再是電價這些問題 這是肢解 最大的核心的問題 是改變了2016修正版本之後的一個重要的決策 叫做台電拆分 我這樣提示之後你們有印象嗎 2016年的電業法要求 能源政策的規劃跟走向是什麼 報告委員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進來 沒有進來這個行政院 你現在要修嘛 表示你要修舊的對不對 最近除了這一次馬上公告要修正之外 上一次是2016年修的 這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兩位不知道 很可怕 沒關係 我來跟兩位說分明啦 電業法修正最關鍵就是要把第六條拿掉 曾經啦 這我們講說 這個為了要扶植綠電對不對 為了要打造一個健康的環境 民進黨過去在野的時候把台電講得一文不值啊 財務不透明 做事不效率 還有長電等等亂七八糟 必須要改革 必須要整頓 所以搞出一個電業法的版本 這個電業法的版本 告訴大家 六年之後 台電要分拆 等於走向民營化的路 把這個發輸配跟售拆分對不對 有一個這樣子重要的指導綱領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好 2024馬上公布要進入修正的電業法裡面 這條刪除了 這是重大的政策轉變吧 院長 是嗎 是的 是對不對 那這樣子還是延續前朝的能源政策嗎 政策的延續它不一定是一成不變的 我們現在面對很多的事情 就是在整個大的能源架構底下 我們從 蒸 蒸氣 蒸綠 到多元 到核 這個都一定是照成程序走的 但內容是可以調整的 實程也是可以彈性的 大部分的委員今天都在談配比的問題 我今天就先不談配比的問題 但我談別的 譬如說電業法修正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你剛剛講說會延續又說要修正 這其實是矛盾的概念 我先問 這個電業法的修正 誰的決策 是院長您的決策 行政院開會決議的結果 還是說郭部長提出來的想法 還是這是現在你們還有這個氣候變遷委員會對不對 經濟發展性相關的委員會 來自總統的指示嗎 是誰的決策 誰決定要把這個第六條拿掉 報告委員 這個是我們根據 台電 他實際上面做的評估 所以提供給我們經濟部 經濟部在討論過以後 認為分拆成三家公司 其實沒有辦法讓這個三家公司 都能夠走向比較好運作的情況 還是保持原來的狀態 才有可能做得更完善 所以是台電找經濟部 經濟部基本上同意了對不對 那你們是不是打臉前朝政府啊 那前朝政府規劃那一套又是什麼呢 我們必須要與時俱進了 我想這個也是委員 你一直在指導我們的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與時俱進 然後我們提出來 那請大院所有的委員 來討論對不對 院長我們每次討論 基本上都還蠻理性的對不對 因為概念上來講 本席向主張 面對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那我現在要正式請教你 這個電業法的修正 是不是代表過去的能源政策不合理 不是 大的戰略就是 展綠蒸氣減煤到非核 這大的戰略 其中任何一個 要隨時事來調整的 那種戰術性的問題 主管單位 主管單位必須被允許可以調整對不對 主管單位都必須拿出來討論 所以剛剛委員講這個討論 目前可能都還沒有到院裡面來 在主管部份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一定收集更多 那到這裡來我們還有政委 還有院會會做多重的考慮 還有多重考慮就對了 OK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於產業的影響是什麼 對於政策的影響 對於台電財政的影響是什麼 他如果到院裡面來 我們當然要進一步去思考 那現在我請部長看 你都已經預告修法了 然後你院裡面還沒有討論 我現在還沒有 我還沒有看到什麼 還沒有討論是吧 好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 就提出本席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如果當初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然後去講能源改革轉型的時候 台電是一個絆腳石嘛 他們說財務不透明啊 問題一大堆對不對 關鍵的核心是 當政府要大力扶植綠電的時候 你會希望未來是一個 相對自由的市場 讓很多人用競爭的方式 避免啊 所有的綠電必須要透過政府 用高價盾購的方式來處理 對不對 所以台電才必須要整理 必須要重整 對不對 那你今天 現在看起來修法的方向 看起來是開倒車 看起來是開倒車 所以不做這件事了 台電就沒有問題了嗎 報告委員 那個時候我們認為綠電 是必須要充分提供的 那麼後來到現在 我們有新的這個命題 也就是說2020年以後 這個 零碳 是全球的共識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來調整啊 照你這樣講 零碳是優勢趨勢對不對 所以相對來講 綠電未來發展政府的 輔助的比例要越來越低 因為大家都搶著做對不對 綠電的部分 那應該可以照當初的規劃進行 綠電當初的規劃 我們到2030年的時候 希望能夠滿足 所有的出國的廠商 他需要綠電的廠商 我們都能夠滿足他們 部長 這個是等一下 我會跟你討論的題目啦 我先跟你講 這幾件事情 第一個對於產業的影響 本來當初大家 綠電業者想要進場 希望來 共同跟政府一起推動 這樣的目標的時候 它有心理預期 也就是過了幾年之後 我的市場會越來越自由 會透過競爭的方式 變成一個正常的市場 可是 這六年來 用高價盾購的方式 你先走 這個本期沒有意見 可是你先走之後 這些先佔的產業 把好處都佔光了 然後你現在好處佔光 他們臨走了高額的補助之後 你現在講說 好我們在市場 正常化的角度 我們不做了 回歸就治 那請問對於這些 新建的業者來講公平嗎 這是對於你未來 更多的產業投入 可能造成的衝擊 再來我就要講真正的 問題是來自於 對台電的壓力啊 我們有時候自由化 就是為了要讓市場 去分擔台電的壓力對不對 當然你講 台電有員工的問題啊 有拆分 有債務的問題 本期都了解 我也沒有要拆台電台的意思 但這些都是一個 要處理的問題 但你今天不做 這件事情之後 可能的後果會是什麼 後果是我們接下來 要繼續擴展綠能的佔比 繼續增加投資的時候 你還有哪樣的工具啊 我們接下來就是本期要談的啊 我們當初講 為了讓再生能源先落地 我們要用 盾購電價的方式來處理 當然也被大家 這個批評對不對 當初大家批評盾購電價很高 用了很多納稅錢的時候 你們講 未來這是個過渡 未來台電會自由化等等 公民電廠通通跑出來之後 成本就會下降 因為他會競爭 現在前提條件消失了 你的盾購機制 會退場還是不會退場 院長 這個是比較大的事情 你們有沒有討論過這樣的事 準購現在 沒有不存在 怎麼會沒有存在 你的光電 新的部分是不存在的 部長我知道你最近比較常回答 離岸風電的問題 離岸風電是下一段 但是盾購怎麼會不存在呢 你每一年台電都有報告 就看這張圖表就好 您說的是光電的部分 對啊光電啊 現在喔 從2019年開始啊 你的盾購支出是248.8億 然後2020年353億 2021年426億 2022年588億 到了2023年905億 這是不是一個可觀的成長 誰買單 盾購的價格是往下走的 哪有往下走 你看折線圖 平均購價從一度4.26 到了2023的資料是 是5.20 這是台電的公開資料 部長你可以再確認一下 那我想請問 院長跟部長 2024馬上要到年底啦 今年它是上升還是下降 這個當然台電要再評估 他現在的發電用電 跟這些業者之間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需求的是 因為我們將來 202526 甚至2027 我們的舊有電廠出一的 也比較多 我們需要更多的民間電廠 民間電廠來參與 那你需要會不會負更高的代價 會對不對 因為你需要 這要合理 這不能說需要就 所以 你預期未來這個 總額的支出 跟平均的價格 是會上升還是會下降 這個要再經過計算 我是當然希望能夠 越穩定越好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以數字的呈現 呈現上來看 它是看不到任何下降的可能 這就回到了大家關鍵的 那是因為您所看到的 是因為這個用電需求成長 當然 你光電的數量也成長嘛 所以總額會成長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是講 你的總額會成長 但是你的市場不改變 你是不是這些業者 是不是繼續依賴所謂的政府 那你台電的財務壓力 是不是就越來越大 這就是我講 你這些東西 政策 你講你要有空間 可是修正之後 它是會有副作用 會是有後果對不對 我們未來的綠電銷售 我們是分倉制度 所以需要綠電的 它可以購買更高的這個綠電 院長 那麼一般我們國內的廠商 你現在連今年的數字 你都要預估的時候 我本來想問你 幾年之後 它會開始往下走 進入一個正常的機制 看起來也是回答不出來 因為最終 它必須要有一個很公平 而且非常公開透明的 的一個交易平台 這個平台就是讓大家在這裡 用合理的價錢 去取得需要的用電 我現在接下來講 現在的財務負擔是節節上升 我接下來講離岸風店 剛剛部長有講 離岸風店就沒有躲夠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離岸風店的賬來算一算 離岸風店分三期 第一期示範風場 第二期潛力場子 當初為了推廣 所以你先躲夠 當初被大家罵爆嘛 一度七塊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對不對 你說第三期開始 我們沒躲夠了 開始進入市場機制 對不對 市場機制出問題了 三之一 標都標出去了 很多行政契約不簽了 一開始 好難喔 做不下去了 成本好高 算不過來 我也不見得找得到 對不對 你們剛剛講說 企業都要用電 2030都要用電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這些廠商在蓋的時候 裹足不潛說 我電可能賣不掉 政府要幫忙 為什麼 有沒有這樣的事 先說有沒有這樣的事 應該有吧 有一個報告 三之一 他跟政府之間是有合約的 所以我們會按照 彼此之間的 這個合約 我們會承諾 讓他走下去 部長 然後我們會幫助他 你會輔導 你會協助這個我都聽到 他因為跟他的財務的關係 他得不到這個 銀行的這個 我 我今天時間有限 你今天講說我會輔導為什麼 但是你實際上你政府在準備什麼 你是不是要把中鋼拉進來 搞一個基金 弄一個公司 然後一樣搞保駕收購 只是他帳不掛在台電 掛在別的地方 那請問這是不是變相鈍購 對不對 那出現一個問題 所以三之一期的最大的問題 叫官補保收啊 你所有的事情 都圍繞著這些廠商在做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們剛剛也都提了 我綠電要把比例拉上來 對不對 我要滿足供電的需求 那你因為這樣 然後你的政策被裹斜 欸 政府是標案的業主 標案的業主開出去之後 然後這個得標廠商做不到 你不但沒有制裁他 沒有處理他 你還要輔導他 拯救他 改變規則 這樣對嗎 欸 委員我們這個目的是 讓那個電費 他的成本可以下降 所以我們輔導所有的廠商 解決他的問題 主要的目的是 讓他受電的價格 成本可以往下走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不一樣 你搞了保 三之一你打算搞保價收購 你就一樣是乾坤大挪移對不對 國發基金又要來了 聯合再生 輸於屁股沒關係 中鋼再搞一次 我是擔心 到最後又是 都是納稅人的錢 只是不同的名為 我們這個方式不是這樣子 三之二 我們是讓他的成本往下走 三之二 國產化出問題 結果我們打算要放官 因為WTO等等的訴訟 我就問 我就問 你當初設計這套 封電盾購帶國產的標準 是對的還是錯的 如果他是對的 為什麼今天會發生這樣子 國內產業能夠 上來接手 這個方向決定是對的 方向是對的 但是政策是錯的對不對 因為你的標準不對吧 我也不能 國內的廠商 確實是有些 進展的很快 你現在所有的推動 時空的變化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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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能用一種策略 然後可以執行了 好幾十年 所以 現在的科技這麼進步嘛 所以我們在外部的環境的改變太大了 不然你剛剛這樣 一路這樣聽過來喔 這個 電業法走在錯誤的路徑上 離岸風電 這個 給出了錯誤的標準 其實原因就是 能源結構 就是個錯誤的目標 所以你整套 再生能源的規劃 建立在錯誤的邏輯之上 錯上加錯是全民要買單 我要提醒院長 我很佩服委員 在整理資料的過程當中 但是你的出發點都非常的正確 但